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床时避免腰部用力 躺下时先坐于床檐 双手伸直放于身体后面支撑上身 慢慢躺下 起床时也应用胳膊支撑上身起床 第三 其重先堆 由地面吸起重物 正巧的动作运上几重移动员 吸起肛磷一样 先下堆腰部保持直立 然后双臂窝紧重物后起立 第四 湖外热疗法 将毛巾浸入热水中 紧干再浮浴患处 每分钟更换一次毛巾 热湖疼痛处 三分钟 四 皮肤发红 将小沙库抱怨患处 可以在沙库上喷一些温水 用红外线灯照射15到20分钟 照射距离为20到30厘米 然后卧槽休息 第五 睡意保暖 腾痛好转后避免受潮 受寒等环节因素的刺激 因这些不良的环节因素 可以把关节 肌肉 神经等足足产生炎症 还要避免过度脑累 因过度脑累会刺激关节及周围组织再度发炎 而导致疼痛的腹发